今年以来有很多的个股呢 是进入了减资的这个题材 那减资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能够把资本减少 那到底有什么目的 对于个股来讲是不是能够让业绩 还有股价之间呈现正面的联动呢 好的 那他最整个财务状况会改变很多 第二 尤其来讲的话是减资之后 股本变小嘛 那他的获利 他的这个股东报酬率就会提升 而且那个股票会减少 所以筹码还是会稳定 那所以说以目前整体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起来就是还有这个 有时候是因为股前的一个相争 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争夺 那减资下来之后 那掌控股前的一个力道会更强 那另外最重要的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税户来看的话 就是帮大股东结税 因为大股东其实有很多 那他一定会被隔年的一个 这个所谓所得税会扣掉40% 那如果配息给你 但是他如果说以现金减资来讲 那就不用扣税 这要省了很多钱 这是我看这大股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另外我们减资有分三种 就是为什么要减资 主要是针对财务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现金减资 那一般来讲的话因为公司要握有很多现金 他才有办法做现金减资 而且今年的一个重头戏 像长龙 友达 国具 这个被动员券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尤其在这个货柜跟这个面板来讲的话 都是市场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 那另外就是库藏股减资 那库藏股减资来讲 一般跌到某个价位 这个公司认为很便宜会进去承接 但是他如果股价没有回到 他买的一个价格之前来讲 他理论上他就会把它减资掉 那如果有回上去来讲 他可能当成员工福利就分给员工 我们看一檔 我们讲了很久的2206 我们看他的一个周K线图好了 那事实上他这一两年持续买进库藏股 那买到一个临界点之后 你看他减资之后 筹码就变稳定了 就这里看起来不像我们大盘的一个空头市场 所以减资尤其库藏股减资来讲的话 理论上也有沉淀筹码的一个效用 那像以往的像开发金 以前都是在低档的时候买很多库藏股 像群立针 一买到十几万张 但是这里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往上走 那另外就是这个弥补亏损 那这样这里的一个股票可能就要很小心 我们看一下2323中返的一个月K线图好了 那理论上这些财务比较不好的状况来讲 都是减资之后再做一个增资 你看减资那么多了 减上来禁止增加 可是如果公司业绩不好来讲 还是会回到这个取涨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逆年最有名的一个增资案 实际上以前增资的一个结果 都不会很大的成功 但是这个太聪明了 我们看一下2727的一个精华饭店 它的一个月K线图 理论上来讲的话 因为它因为手上监禁很多 股本很大 股价都完全都不会动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它就拉了一波很长的一个股价 而且维持在高档 这是罕见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国据 我们看一下2727的国据 今年也要现金整支 那以这里的一个状况看起来 你看减资之后 达到一个临界点 竟然涨到1300多 但是它如果基本面 没有持续跟上来来讲的话 你看又回到这个取涨的一个位置 又开始在大量的一个减资 事实上它的股本已经降到四五十亿了 如果一直减资来讲 从超大型的一个股票 会变成一个很低的 这个中型的一个股票 对股价的一个表现 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最重要的是 今年的这些综合器 因为今年的一个货贵三雄的一个获利 相当相当好 那长龙来讲的话 大手笔的一个进行一个六十帕的一个减资 那最未来的一个股价有很大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股价怎么算呢 如果说这个长龙假设它是106块 那106块它减资6块 就是先减掉6块 那再除以0.4 所以说未来的一个现金整治之后 无疑的这个所谓的长龙海运会变成一个高价股 而且它一个净值要乘以2.5倍 那这个EPS也要乘以2.5倍 那以目前整体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它在9月6号是最后的一个消育日 那这个锁了两个礼拜之后 它在9月19号重新往上走 我们看一下2603的一个长龙的一个周K线图好了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跌下来 那最高是233 那如果以刚才我们假设来看的话 它的股价会回到那个最高点 它要突破最高点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未来来讲的话长龙就是明实为所谓 这个货柜股的一个龙头的一个股票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焦点 今年有哪几个一个焦点 可以好好看一下 就今年检制股 就是大部分你长龙就是货柜 那面板这个友达群创 那所谓的一个被动元件 就是国具跟所谓凯美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所谓PCB的一个金箱店 因为金箱店的股票也很活泼 那另外化工股的长新1717 也顺便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之前后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还是以这个长龙为主 那长龙简制6块之后 也就是说你1000股之后变成400股 那股这个前面这个简之前 你看那个股本好大 就是529亿 那简直之后变成一个中型股 这个所谓的211亿 那镜值来讲更可怕 它会从85块涨到213块 这个未来的一个镜值可能 这个全市场排名也是前几名 那因为这个长龙上半年 这个赚起来很可怕 它去年赚45块 今年上半年竟然赚38.5元 而且7月营收还在创性高 那在这里来讲 那简直之后它的一个 半年就赚了快要10个股本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那它的一个股价 我们刚才有试算过 就是变成250块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面板的一个龙头 也就是友达 那友达来讲实际那股本真的很大 为什么926亿 所以说有点拉不动 那简直之后变成740亿 也是蛮高的 那镜值就稍微提升到29块 那是因为它的一个上半年 这个亏损 这个0.05 那所以它的EPS变化不大 那另外如果我们以15块去设算来讲 它的除钱后的一个价格是16.25元 那我个人看法 这价格差不多 那如果说捡资之后 它因为基本面还不太好 有回到捡资前的一个股价 理论上这里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2409的一个周K线图 那事实上它的一个长线真的跌很深 你看35.5 那跌到15 20块就不见了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捡资之后的一个友达 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以长线来布局 好我们先谢谢科瑟 先请科瑟回座 刚才科瑟讲到了今年的减资题材 我们当然要先搞清楚 减资到底是什么 刚才这个科瑟也特别谈到了减资的三大重点 为什么要进行减资 为什么要减少资本 我们看到字卡当中三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为了要这个改善财务结构 因为如果你的获利能力是一样的 但是资本减少 那在整个财务操作当中 一除下去这个分母变少 那可能就能够让你的美股获利上升 美股获利上升 是不是就能够带动股价 这是其中第一个目的 那第二个减资的目的 就是掌控股权 有人为了要进行股权争霸战 公司派在争 市场派在争 那如果在这里进行现金减资 是不是有便于掌控股权 让我在公司的经营股权比例 可以再上升 这是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呢 谈到就是大股东结税 每年要缴这么多的税 所以如果直接用现金减资的方式 退还现金给你 就不用透过除权除息这样的方法 让大股东的账上现金增加 又多出来的税负 这是减资的三大目的 所以减资有三大种类 怎么要减资呢 有人是用现金减资 有人是用库藏股 买回的库藏股减资 还有人是用弥补亏损的方式 所以今年值得注意的减资题材当中 再让画面上面让大家看一下 今年焦点的减资重点个股 包括了这些公司 那刚才科瑟也特别谈到了 有一些公司的确在今年的减资题材 值得来进行留意 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今年的减资 本集合 本集合 本集合